却说尼西亚会议结束之后 优西比乌等人因不放弃亚流主义 而受到军事坦丁的处罚 被流放到边缘省份 优西比乌接到流放令 恳请政府宽限他一些日子 让他先回到尼科米底亚 准备一点简单的行装 经和修说请 帝国政府同意了优西比乌的请求 优西比乌刚回到尼科米底亚教会 亚流就赢了出来 自从被亚历山大教会逐出之后 在优西比乌的照应之下 亚流就一直客居在尼科米底亚教会 亚流见优西比乌回来之时 并未面露喜色 心中已经明白了十之八九 师兄这几个月开会开得辛苦了 不知尼西亚会议结果如何 甭提了 师弟 这番两个多月的争斗 我等被亚历山大搞得折乱七米 弃甲夜兵 最后只落得个鲨鱼而归 优西比乌苦笑着说 我说鲨鱼而归 其实连想归都归不了了 因为你我都已被革制流放 我这是回来收拾行装的 师弟你不久也会收到帝国的流放令 所以这一会儿 咱个儿俩全在了又得添个一方了 然后游戏比乌就把尼西亚会上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给亚流讲了一遍 亚流听罢面色惨然 那何修是当今万岁的大红人 不是由他代表万岁来处理教务和会晤吗 他不是师兄你的朋友吗 难道他一丁点都不支持咱们 你就别提那何修了 就是这位何修 从中作梗 他跟亚历山大串谋起来 拿了一些新名词忽悠主教们 主教们这才一边倒地支持亚历山大 当今万岁虽然盛名 但这次却被魔鬼迷了心窍 他听下了谗言 不仅支持亚历山大的圣父圣子同志论 而且还下令诅咒 师弟你的神学思想 烧毁你的书记书信 游戏比乌说的有点激动 心中特别的不服气 亚流赶紧安慰道 都是我亚流给师兄你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害得你不仅丢了主教之职 还要被发配到边缘省份受肉体之苦 人生起伏 神早有安排 师兄千万不必为此太难过 不必为此一直消沉 你我都已是古兮之年 还要多保重身子骨 游戏比乌 却哈哈大笑起来 谁说我一直消沉了 老记福利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我是不会就这么的甘心承认失败的 师弟我告诉你 我身子骨硬朗得很 我不但没有灰心丧气 而且斗志于坚 实话跟你说 在回来的路上 我私损多日 已经想出了挽回局面的策略 你放心 多则五年 少则三年 我游戏比乌 不仅会夺回这主教之职 为你我平反昭雪 而且还会更上一层楼 亚历山大等人不是把我搞出搞下台了吗 不是把咱们都搞得发配流放吗 我游戏比乌 闭一眼还眼 一牙还牙 亚流受了游戏比乌的感染 心情也好了起来 不知师兄有何良策 难道说 还得再跟何修 说刀说刀 请他跟当今万岁再多多美言 何修 此人不跟我们同道 不足以谋 游戏比乌比中横一下 我不是跟你说过 别小看我的能量吗 我在做尼克米底亚主教这些年 除了主持发展教会 还跟政府部门 黄金国旗等等 都建立起了广泛的人脉 我不光朝中有人 连万岁家中我也有人 师兄身谋远虑 明满朝廷 何愁前途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但不知 你说的万岁家中人究竟是谁 好 我就把这条暗像告诉你 此人乃是万岁的皇妹军事坦亚 军事坦亚 她不是原来的西奥古斯都 李希尼的皇后吗 李希尼被万岁战败 被安置在铁萨罗尼家城当平民 听世人风传说 你们在尼西亚开会之前后 万岁已找了个借口 将李希尼处死 军事坦亚 作为李希尼的皇后 对当今万岁 她的皇兄 她能够不恨之入骨吗 反之 当今万岁能把这个皇妹 当回事吗 你想用军事坦亚来联络万岁 请万岁来为咱们翻案 这能行吗 师弟啊 要说搞神学 你得了师父的真传 比我强得多了去了 我一直很推崇你的神学思想 但是 在教会管理运作方面 在跟政府协调关系方面 在搞公关形象方面 师兄 我可是当仁不让啊 你可知道 军事坦亚 虽是当今万岁的同父异母妹妹 但是万岁对这位妹妹非常喜欢 两人关系一直特好 当年 为了对付马克森提乌斯和马克西米努斯 万岁将这位最喜欢的妹妹嫁给李希尼 正是要让李希尼 夫妇贴贴贴地巩固两人之间的同盟关系 这才将马克森提乌斯和马克西米努斯击败 后来 万岁又将李希尼击败 再将李希尼处死 这都是万岁为了统一帝国 所必须采取的政治谋略 在万岁看来 政治和亲情之间 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 为了政治 他可以牺牲亲情 可以痛下杀手 别说是妹夫 就连他自己的儿子和妻子都难逃毒手 但是 政治问题解决了 亲情又成了第一位 现在 万岁对这位皇妹依然喜爱如初 军事坦亚虽然恨万岁 但是她一个女人 又能怎么样 她身为万岁的皇家之人 为皇家尽一物尽忠心 哪怕是牺牲了自己的丈夫 及丈夫的血脉 她也只好打碎了牙齿网肚理 万岁也可能是对军事坦亚心有愧疚吧 虽然说不上对军事坦亚提出的 所有要求都言听己从 但是她只要张口说话 万岁也必然要多加考虑 你没听说 万岁还特地下旨给帝国造毕场 命他们发行刻有军事坦亚头像的金币吗 这可是有史以来 开天辟地头一遭啊 你想想 头像能让国家金币者 自古只有当朝皇帝或皇后 有哪一个皇妹能降死殊荣 军事坦亚跟万岁的关系 还不一目了然吗 我走军事坦亚这层关系 绝对没错 请他从中跟万岁说下 咱们若不能翻案 那才叫怪 听了幽西比乌这一番红论分析 亚流不由竖起大拇指 师兄 你真带当世奇才 尼科米底亚虽是帝国东都 是地位崇高的大城市 但做这个城市的主教 确实是小用了你 凭你的才干 做整个帝国教会的领袖 也绰绰有余 看来 咱们搬回败局大有希望 在历史上 幽西比乌此人 与其说是一位教会的主教 不如说他是一位政治高手 有的史学家称他为 雄心勃勃的密谋者 和精明诡秘的政治人物 在与对手争斗时 他常常收买 利用他的政治同盟者 充当间谍 掌握对手的秘密 然后出其不意地 将对手轻易打败 他就是凭着 超一流的政治手段 从一个偏远地区的主教 升任为尼科米底亚主教 进而跟皇家建立了 不同寻常的关系 此时 他虽然在尼西亚会议之后 失宠失忆 但数年之后 他竟然能闲鱼翻身 而且摇身一变 在军事坦丁眼中红的法子 权清一时 让亚流主义逆流海潮 甚至影响了军事坦丁 及其后来的几位后继皇帝 这些都是后话 再说 尤西比乌与亚流撒泪而别 自325年起 亚流被发配至伊利里库姆地区 就是现在的巴尔干半岛西部 亚德里亚海东外一带 与此同时 尤西比乌也被押解到了 另一处边缘省份 但是 在流放期间 尤西比乌 频频给军事坦亚写信 除了继续为亚流主义申辩 搞亚历山大的恶状之外 也请求军事坦亚出面 向军事坦丁调解说情 到了328年 果然如尤西比乌所料 帝国教会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尤西比乌的头号对手亚历山大 病死 他的助手兼秘书 年仅30岁的亚塔内修 接任亚历山大城的大主教之职 同年 军事坦丁在黄妹的不断影响和催促之下 越发同情亚流主义 他发出圣旨 赦免亚流派人士 并宣 尤西比乌 回任尼科米底亚主教 尤西比乌接了圣旨 仰天长相 亚历山大死了 我游西比乌却活得好好的 我现在又要回来了